美国国会议员保罗瑞安表示 在得到众议院主流派共和党人以及保守派人士的支持后 举迫切地准备出任总议院的议长 这位来自威斯康辛州的议员 最初是不情愿出任这个席位 一旦总统发生不测 众议院议长是排在副总统之后的第二继任人 但在获得自己本身的党80%的多数议员的支持后 瑞安才决定 众议院预计在下星期四 也就是现任议长贝立离任的前一天 投票决定瑞安的议长提名 贝立在受到来自保守派共和党议员的评级后 提出辞去议长的职位